看看 看看 这是什么花来着 明春花 其实挺好看的 帮我放在桌上 好的 现在我们朋友带我们来吃饭 这是这家 叶色香牛肉串 据说在青岛好了 非常非常有名 不知道有没有青岛的朋友 知道说这边的烤串 特别特别有名 这边的区叫西海岸 我玩的就是西海 虽然不是这个西海 但是这个名字特别的潮 会的 看狗 哇 好好吃 实际上这两天都在吃青岛烤串 都青岛烤串有名 果然得吃这种现烤 我们吃完烧烤回来了跟朋友们 我把樱桃放出来溜溜 樱桃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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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晚上不会有车来 所以说可以把樱桃放出来溜溜 没什么关系 回来了回来了 车里面整一下 这是朋友给嘉明送的 然后还有给嘉明带的零食 送给嘉明的一个太空人 挺好看的 把材能打开 车里面又那么冷 把车里面整一下 又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了 露露跟嘉明已经睡了 我呢 我在剪视频 樱桃呢 也已经睡走了 睡成一只小狗狗了 这是它的玩偶 还有它的玩具 一小心点樱桃啊 起床起床 早上起床都会把樱桃抱上来睡一会儿 不然它一直在那边闹 在那边闹 把天窗打开 然后刚好可以晒太阳 还能睡个回龙觉 今天外面的风好大 超大的 因为前面不到200米就是海边 这就是住车环境 大家早上好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住车位了 可以看到今天的风 超级超级大 哇 真是 狂风大车 露露跟嘉明 去外面 两个人去玩去了 去他们去准备去玩那个蹦床 我就不出去了 因为今天车外面的风太大了 跟台风也 我跟樱桃就待在房车里面 吃喝完了 终于有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了 看这是朋友 昨天给我们带了新疆的 这种干果 干果 因为我朋友 他女朋友是新疆人 他给一家民带了好多零食 劳山绿茶 还有劳山红茶 哎呀一个人是一样 喝杯水 跟我的小樱桃 两个人呆在房车里面 玩玩电脑 累了好吧 就躺在房车上休息会儿 风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房车的电脑还有 还有77% 现在还在冲 我的快递应该也快到了 拿完快递好了 我们赶紧溜溜球 赶紧溜溜球 英堂 溜溜球溜溜球 累了 阿廷现在呢准备去找鹿他们了 鹿他们在青岛边上的一个叫 融创茂的一个地方 在里面蹦床公园玩蹦床 走了我去找他们 樱桃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 我跟樱桃一下午都在家里面 外面风太大了 所以没有带他出去溜溜 等等回来的时候再带他出去溜溜 他这个商场好大 他这个融创茂这个商场 太大了 有点类似以前成都的那个 成都的那个商场 不过成都那个商场 比这个还要还要大 找不到他们了 哎呀终于找到了 笨床公园 我的天哪 路他们从 2点 玩到了现在 5点钟 我喊他们吃饭去 这个吃完饭还能继续来玩 李嘉明这几天 终于宣泄了一下 驴式疙瘩汤始于青岛 哎我以为疙瘩汤是面疙瘩 你知道吧 对啊我以为是面疙瘩 你是不是以为也是面疙瘩 对啊 有点蒙逼 这是青岛菜 应该是青岛菜 这就是青岛的疙瘩汤 跟我们 跟我想象的疙瘩汤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边的疙瘩汤就是 面的那种 面疙瘩 但它这种感觉 看不到面食 有没有 就是新鲜的蛤蜊 然后加 加入蛋 然后葱 是吧 里面有面的吗 有面粉 还有面粉碎的那种吗 里面有面粉 里面是什么 面粉碎 尝一下 鲁鲁跟嘉明呢 他们现在还在 这个荣畅帽的商场里面 玩笨床 我先回去剪视频了 不然的话 起码还得在里面 待两个小时才能回家 有着时间 多剪一个片子 是吧 带小孩房车出行呢 特别是带嘉明 这么皮的小孩子出行的 如果在城市里面的话 就是感觉从 一个城市的游乐园 玩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游乐园 是吧 所以房车基本上 嗯 除非是物资短缺 不然的话 我很少 会进城市 因为进城市 我 不是特别喜欢 我还是喜欢 自然环境多艳的地方 那种 人烟稀少的感觉 哎 还有我发现青岛这边的人 他们戴口罩的人 很少 真的戴口罩的人 很少 十个过红绿灯的 人里面有 七八个 是没戴口罩的 我现在准备步行回去 穿过前面那个彩虹桥 我停车位就在 就在对岸 这个亮灯的地方 我刚说完 晚上没风 现在风大点很 好冷啊 好冷啊 青岛这边特别特别冷 因为这边的海风啊 青岛这边的海风啊 真的很冷啊 这种二月底 还冷刺骨的感觉 吹过来 而且风超级大 今天白天 吹了一整天 我在房车里 车子都被吹得 摇摇晃晃 快赶上台风了 哎呀走的差不多二十分钟吧 终于走到了 把樱桃放起来溜一下 樱桃 樱桃 别睡了 樱桃 哎呀把灯开一下 下来下来 下来 哎 溜一会 哎呀 这边呢 依然呢 四处无人 只有停这几辆拖挂 还有这一辆双拓展的 保迪的底盘 上面住着一个老大爷 非常非常冷 现在没开柴呢 车里面温度是13.4度 特别凉 冰冰凉这个地板 樱桃没有拉屎 先把柴打开了 车上电还有76% 还是挺耐用的 非常耐用 车上电非常耐用 因为青岛这段时间 每天都是非常好的太阳 差不多能充个百分之一天 能充个1.5度电到2度电吧 感觉 平常用的话 基本上够了 喂饭啊 银桃啊 吃饭饭好不好 几点了 快7点了差不多 喂饭 喂你的狗粮粮 哎呀 到了每天最开心的吃饭的时间了啊 哈哈 激动激动 好了好了别叫别叫 冷静冷静 小狗对狗粮的执念真的好深啊 现在呢 好吃吧 好了 好了 瞬间干完 光速吃饭 牛啊 擦擦嘴巴 擦擦嘴巴 雪南瑞这个狗啊 你你不给他擦嘴巴的话 他嘴巴周围的毛马上就晃了 可是我已经擦的那么轻了 还是晃 擦擦 哎呀 一人一狗 房车旅行 挺舒服的 嘉明跟鲁鲁呢 还没回来 现在是晚上9点 他们应该快到了 我给他们把柴暖打开 他没玩了一天的蹦床 回来应该要洗个澡 洗个澡 刚刚呢也遛过樱桃了 现在躺在我怀里睡觉了 看会儿直播 等嘉明他们回来 给大家看看 看 啊 路跟家明回来了 干嘛 叫什么呀 你不叫是哥哥 这不是 朋友把我的快递送过来了 一根水管子 前两天不是还在说吗 那根水管子工程生退了 我买了一根 这种就方便多了 我原本的那个太粗太大了 你看这种就是伸缩的 伸缩的一个水管 就是 接到水管上 冲了水之后就能变成 最长能变到22米 普通状态呢是7.5米 这个 放东西的话就太方便了 随便拿了一塞就完事了 这个我还是看以前贾哥 好吧 贾哥他用过 现在嘉明在里面洗澡 好吧 把这个水管去放下 把那个老的水管给他 手中顺勤了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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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